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們是遠赴日本的正當 我們探望一間廠 這間廠是East Stella研發了一新的產品 就是比我們更年期會覺得更舒適 以及平衡我們男性女性賀爾蒙的補免物 我特地今天來他們的廠 參觀一下他們的廠的製作 以及去到回面我們了解更多的產品 大家一起跟我們 這是他們的原料廠 這些原料剛剛才來到 我們這裡 有很多原料物流倉 工廠其實嚴格得很重要 原料來到這裡 首先要消毒 消毒完之後 他們就會把原料一批一批 把它放在不同格數 這個溫度控制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做營養品 很需要原材料開始監控得很好 甚至有些原材料需要去檢測 首先人員也要消毒自己 才進去檢測 而這裡的整個倉庫很大 因為這個藥廠本身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都會在這裡製作 所以很多原材料都需要儲存得很好 所以在溫度、細菌方面、清潔方面 全部都嚴謹監控 這裡整排都是工廠的認證 例如GMP很難拿的工廠認證場 還有QMS 其實日本許可證也很嚴格 拿足日本的營養食物 製造商的工廠認證 其實這些膠囊我們平時見到像魚油的膠囊 裡面裝著的會有液體 加少許粉來混合 或者是液體的話 那個膠囊就會是這樣的 狀態好像是大鵝蛋 原來有很多營養的 不同的營養素 有不同的外表 其實這一層是製造膠囊的外殼原料 外殼其實都很認真、嚴格 在原材料的倉庫拿上來之後 首先要消毒 然後將它攪拌均勻 提煉出來的膠囊就會上廠房六樓 先做膠囊 之後才可以做到不同的補充品 去到市面 面膚機在這裡做 就是將膠囊一粒粒的吸出來 你看看黑色的L型 很快就像一個膠片 然後下來之後 它就會一邊吸一粒粒出來 好像蜂巢一樣 看到桶頂上有些蜂巢一樣 每一粒的孔就是膠囊 然後將它放一些填充物在裡面 我們現場都有這個物質給大家看 它本身有膠囊的膠囊就是這樣的 一個膠囊一邊吸進去的時候 就會一邊打孔 打孔就將裡面的不同的形狀 這個MG 然後立即就擠在那些填充物在裡面 感覺它之後就立即出了一些 軟出來 但是做了軟出來之後就未夠的 就像我們魚乾油軟一樣 做完之後都需要做光醋 光醋之後 膠囊就會穩陣很多 我們每次吃的時候 那些份量就會是剛剛好 這個Style就是幫忙做一個光醋的過程 將現在一直在製造出來的一粒粒的補充品 和營養品就在這裡做光醋 都很長的那個光醋 剛才它做完這些光醋之後 就放在這個Storage上 其實要放兩天的 這個叫置場 放在這裡 但我想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它們一批生產出來是非常多的 其實工廠的規模是很大 不是普通一部機仔 做幾百盒出來 所以它這裡可以是儲存到的東西 目測可能有幾個貨櫃這麼多 嚴謹到未完 剛才放置完之後 還要用人手幫忙檢測兩件事 檢測到膠囊有些遺漏 如果有漏液的話 它會在佛簿看到 然後就可以抽出來 之後就再用人眼 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缺陷 無刺 看看這裡 今天在工廠線 就沒有做這個Sorting 這裡會做膠囊以外 其他的那些定 有些軟是會將粉粒壓成一個餅 但原來不是這樣將粉壓餅 原料本身都好像粉末狀 粉末狀有一個不好處 是它會不會很均勻 所以它需要做到像流沙狀 很Smooth 所以它才可以將它變硬 它形出來變成一粒軟 粉末要將它變成定劑 其實它們會有一些機器 將它壓粒之後 變成一粒粒輸送回去 至於我們平時看到的膠囊 只是將外面的殼 將它倒進去吸收 是否搞定 但其實魔鬼細節 就是在這裡 首先其實每一粒膠囊 都會有一個配方 成份其實很重要 對於每一粒膠囊來說 所以它們需要很嚴謹地 去量稱成份 之後這部機器就是關鍵 是超大型的一個專業混合機 是要務求將裡面 每一粒有效成份 令到它的溫暈度足夠 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是很嚴謹 以及高規格地生產 務求令所有產品 食用的時候是安心的